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一款遊戲 叫做Kids Playtown 那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遊戲中有 九種不同的主題 那九種不同的主題 它裡面有不同的內容 它可以 你可以自己點進去 每個項目都可以玩 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點進去 好的 這是遊戲開始的畫面 這邊有不想要音樂你就點 就把它點掉 然後我們就點 開始 那這個是有四個不同的角色 可以讓你選 那我選這個 好的 這邊就有九種不同的主題 像是有 來點進去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可以 幫它換衣服 或是換配件 等等 等一下我把音樂條 打聲一點喔 很多 這些知道要什麼的 這個可以自己慢慢的玩 然後呢 可以拍照 拍 拍的話它會存在你的手機的相簿裡面這樣 好 然後再回到 如果你要去下一個主題 你可以按這個箭頭 左右箭頭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點這個 就可以回到這個畫面 對 那我們剛剛進去的那個是 Glows shop Glows store 對 衣服店 然後其他還有像 Burger shop 那因為這個是要收費的 對 所以換下一個 這也是要收費的 SPA 像是SPA 然後這個是 嗯 照相管 對 我來玩玩看 這邊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然後它可以移動 看你要擺在哪裡就可以 然後也可以 相框 有很多道具這樣子 被子也可以換喔 這個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好了 然後 現在你看它一個人有點孤單 你就幫它多加幾個半 這邊很多 喔好多 小 那還在Google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喔還有很多 然後也是可以拍照喔 拍照 就變這樣子 那一樣也是會存在你手機裡面 這樣 那我直接點下一個 這個是Paid store 也是要收費 Park 還有Ice Cream Shop 冰淇淋店 然後也有這個 醫院 的醫院 咖啡店 那因為可以 現在可以玩的只有 兩個項目而已 其他的都需要收費這樣子 對 所以 想要親自體驗看看 那玩家你們就趕快 自行偷幽默給我們看吧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囉 拜拜